上面的话你的名字跟你住住的时间 然后还有你的组织医生跟你的护理师 那在这个面板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用药资讯 这不是医院而是教学现场 护理系学生扮起白衣天使有模有样 宏光科大护理系结合互联网虚拟实境 人工智慧等技术 打造全国第一间教学型智慧病房 让护理系学生尽早体验上战场的感觉 长期卧床只要戴上VR眼镜 阿嬷就可以到外面拜拜疗愈一下心情 我们有这个VR的一个装置 让阿嬷呢可以透过她想去的景点 那我们让她戴上之后 她就可以去了解好像心灵 身灵奇境到那个景点 头上的感应器还可以侦测阿嬷的身心灵状况 尤其是长期卧床她不能讲话的 那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可以继续了解她的一个病情 或是说她的心理状况这样子 那甚至可以透过我们的软体去分析她的睡眠品质 红色是她比较有精神 比较专注力比较强的时候 那绿色是她比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部分 科技让一病零距离 天花板装置了多维度安全感测器 监控患者的一举一动 一旦感应到离床 手机APP就会紧名大作 病人离床中 病人离床中 即使警讯以后 我们的呼吁人员呢 他就马上知道说 哪一房哪一床的病人 他几张跌倒 他已经离床 所以就可以避免 病人做跌倒的这个动作 这张床则另有玄机 床垫上布满感应器 可以侦测人体在床上的压力值 若是受压的范围持续不变 医护人员就知道 该帮病人泛泛生了 那我们的护理人员呢 他可以设定 如果病人同一个地方的压力值 没有改变的话呢 那就表示病人 可能在十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没有动 那就有可能入床的事情产生 其实护理系本来就讲究实战 学习也尽可能力求逼真 这样学生进入职场 才不会临阵魔枪乱了套 这套VR系统身临其境 同学可以在虚拟医院 用闯关模式 协助产妇补育母乳 那VR可以让学生自学 可以透过任何的时间 任何的空间 他想来练习 他都可以做这样子一个自学的部分 因为我们带这个VR的话 就是跟病人讲话 病人会恢复你 会比较有像真实感 因为平常我们练习的话 可能就是对着那个模型讲话 然后要想象说 病人会恢复你的什么话 打造教学病房 学校整合了跨学系的资源 学生之间不再埋头苦干 各做各的 病房内的软体 由智慧科技学院 与业界合作共同设计 通常都是希望学生 可以有跨领域的一个学习 所以学校也有跨领域的专题 所以在做这个专题的制作 学生就可以体会到 那个不同的领域 到底要学哪一些的部分 科技日新月异 教学也跟上时代导入科技 不再留于职上谈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